國際科研物理系 大家好,我們是國際科研物理系的學生 我是Year 4的Brian 我是Year 3的Casey 我是Year 3的Carol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參觀一下 我們三個在做研究的實驗室 這裡是一個宇宙物理及量子光學實驗室 我們現在進行的project 就是要設計一個新的光學攝影機 這個攝影機就是可以幫我們探索 比較快的time domain的astronomy 例如我們可以detect到 黑洞附近光訊號的變化 或者去detect到一些 發生得比較快的天文物理現象 例如是物充星等等的signal 希望這個攝影機可以幫我們 去detect到一些我們以前沒有detect過的signal 可以幫我們去解決一些未知的宇宙為團 這個望遠鏡就是我們最新添置的儀器 這個望遠鏡就可以讓我們 在香港都可以test到我們最新設計的detector 其實我們的project 本身是有跟哈薩克的天文台進行合作的 我們每次完成一個generation的detector 的時候我們都會將detector 送去哈薩克的一個高級的天文望遠鏡 進行一個testing 但如果我們去不到哈薩克 我們都可以在香港用這個望遠鏡 去幫我們test我們的detector 兩邊都可以進行一個testing 好 大家好 我現在在這個熱力學和高壓實現室裡面 跟著Professor Locke 去做一些關於超度金屬的研究 在我身邊的這一部是一部sweet 英文全名是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而中文叫做超度量子干涉熱 它的原理是透過利用Joltebson Detect 去量度一些關於超度金屬的一些特性 利用液泰氦即是Liquid Helium 可以將一些的金屬降到1.8K的溫度 在這個溫度下 大部分的金屬都會產生一些超度的特性 歡迎大家來到鄭介瑜薄膜實驗室 我們這個實驗室其實是用來做Condense Metaphysics的實驗 什麼是Condense Metaphysics呢 其實就是我們在不同的物料裡面 去量度它們的量子現象 即是Quantum Effects 近期比較先進的就是Tropological Quantum Effects 學學量子力學 那我們做這件事的第一步就是 首先是長了物料出來 那個物料怎樣生長出來呢 就是用身後的一個MVE Machine Molecular Beam Architects 到底是怎樣運作呢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那我們首先我們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拿一塊小小的Sample Sub-ray 做我們GLOVE的底板 然後在這個門上面我們把它放進去 放進我們這個Condell 那裡 關門後我們將整個tunnel 構成一個超真空的狀態 接下來我們會用這個路軌系統 Task and Rail System 將tunnel中的substrate 移動到我們的chamber 正式開始我們的sample growth 這裡有一些叫做E-fusion cell的東西 其實是裝著我們想用來做Growth的element 例如我想Growth MOSE2 我們會用一個E-fusion cell裝著MO 一個E-fusion cell裝著SE 當我們正式開始Crystal Growth的時候 我們會加燃這裡兩個或者更多E-fusion cell 讓它們可以釋放出Molecular Beam 打到我們中間Growth Chamber的substrate上面 它們就會react 然後形成我們想要的產品 在我們的substrate上面 最後為什麼這裡是用石子包著Growth Chamber 就是因為其實Growth Chamber 是連著Nicrate Nitro進去的 就是因為它要補充這個camber wall的內側 它的Molecular Beam 彈回的時候 它就會黏在這個wall的內側 它就不會再彈回到這個substrate 整污了這個sample